观众朋友大家好 你现在是在收看的是2018年国际邀请赛 中国区域选赛败者组决赛的比赛直播 我是杰说福尔根 这场比赛呢 是由LFA来对阵IG BU3的第一局 这两个队伍将会决出中国区选赛 通往TI8的第二张门票 第一张门票在昨天被Team Serenity拿到 Team Serenity的话 应该说在中国区选赛能够作为胜则组决赛出现 还是有一点小意外的 因为B9他们是一支新队 而且队伍当中除了支支支和辛勤之外 另三位选手都是非常年轻的选手 其实这也代表这个游戏的新老交替 已经是真正的实现了 因为除了Team Serenity这支新军晋级之外 这次TI8也是有一些强队没有能够晋级 比较典型的就是TI1的冠军和亚军 E-Home和Navi是都没有能够晋级 比较遗憾吧 就是在赛场上会看不到一些熟悉的身影 比如说Dandy 但是只是历史的进程 历史的进程是不能更改的 然后今天的对决就是LFI和IG 是我们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两支队伍 LFI的话是TI7的季军 然后也是表现比较不错的队伍 但是很可惜在TI7之后 他们一直没有能够重拾自我 始终没有能够回归到巅峰的状态 然后IG的话也是在拿到DAC冠军之后 被版本一刀砍得有点找不回自己 所以说这两支队伍都是处于在低迷期调整的队伍 但是给他们的时间确实不多了 或者说就只有这一场了 这场比赛如果赢的话呢 就是一步天堂 能够打进TI应该是所有队伍之一年中的梦想 然后这场比赛如果输掉的话 我相信在TI8之后的转回期 中过去的大部分队伍都会进行人员调整 好了我们来看一看这场比赛 对我不太会在直播间里教你买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就自己看一看就好 因为这个说实话我也教不了 我说的也不一定对 LFI这一局是在天辉坊先版先选 办掉了那家海妖剧毒术使和精灵 他们在第一轮办了一个剧毒术使 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 昨天IG使用力盘剧毒算是输掉了 昨天IG那一局的话是想模仿Liquid的那种一波流阵容 但是他们还是没有Liquid那样的一个能力 而且其实Liquid的这个一波流 比较关键的是他们的一号位维萨吉 我觉得维萨吉这个点是不可或缺的 昨天IG想尝试用剧毒术使来代替维萨吉 嗯效果并不是很好 然后IG的话呢 他的扮人是钢背兽狼人和大牛 然后拿人是泡母和沙王 LFI是先选一选了一个发条技师 双方在第一轮都没有去抢夜魔这样的英雄 还是 还是有所准备吧 就是感觉在防对方要选的一些英雄 就比如说LFI他一选发条的意思就是 如果IG选拉席克的话 那发条技师比较好发挥 那IG呢也没有选拉席克 他是看到对方先选了发条之后 他选了两个不怕发条技师的英雄 泡母跟沙王都是不太怕发条的 然后第二手的话呢 LFI这一局自己可以选拉席克 也可以选五号位英雄 他们还是按照他们之前的选人风格 在第二手先把包子的这个中单点了 死亡先知 这个英雄的话 早选完选其实区别也不是很大 因为这个英雄不太容易被针对 比较克死亡先知的呢 就是一个毒狗一个冰魂 但这两个降游都是比较非常规的 在比赛中不太容易能选出来 然后LFI在第二轮 在保护性的扮一手血魔 IG的话后面的扮人 可以稍微的针对一下五号位 五号位上面比较克制泡沫的英雄 有莱恩和霍乱之源 然后在核心位上面呢 比较克制泡沫有小鱼人 但是小鱼人这个英雄是稍微的有一点怕杀亡的 小鱼人比较怕这种AOE型的技能 如果说IG看到LFI先选小鱼人的话 他们的五号位再点一手萨尔或者双头龙 那这个小鱼人就很难发挥了 所以我觉得IG在第二轮的扮人上面 可以扮一下霍乱之源 是扮了一手沉默术 沉默术士这个英雄最近好像是被TS带的有点火 这个英雄用来打法盒的阵容确实是非常不错 像IG这个阵容它的泡沫是一个比较灵活的英雄 就越是灵活的英雄越怕沉默 比如说泡沫火猫蓝猫这样的英雄 RFI是扮了一手虚空假面 最近虚空的出场率也比较高 这几个英雄都是最近Team Serenity玩的比较多的英雄 其实RFI这个阵容自己是可以配虚空的 这一手扮人 想不到什么特别值得去扮的 霍乱之源这个英雄不扮的话 自己IG喜欢也没什么问题 不过IG最近好像五毫杯上面特别喜欢玩狮王 这一局狮王也还可以 因为目前RFI的阵容是不好点幕杯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话 可以考虑办一手小狗 因为如果说IG要选狮王 然后配的又是沙王和泡沫的话 这三手英雄都很怕小狗 如果IG不想选狮王 他想自己想选术士或者霍乱之源打五毫杯 那就可以不办小狗 所以这一手IG办什么英雄 主要在于他三手想选什么英雄 想选什么炮位 他把术士给办了 这个办的也比较常规吧 术士霍乱之源 萨尔这种酱油是基本上可以搭任何阵容的 昨天IG1比2赋予 Team Serenity 有两场比赛都是输给了芝芝的水人 有一场就是优势路术士保水人 这个组合的话可以强保水人发育 水人变泡沫其实也挺厉害的 有一个三段跳的位移加上一个剑 因为泡沫这个英雄呢 他的小技能比较强 他大招倒不是很厉害 主要是一个战略意义 哦 这里三手直接亮核心啊 拿了一手龙旗 这样的话泡沫的位置是可一可三 龙旗打死亡先知 这算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对线了 这个对线的话呢 我觉得是五五开的 就是死亡先知很难 很难压低龙骑士的血量 然后龙骑士的话呢 也不太能影响死亡先知的补刀 这里选了互乱支援 基本上这个版本 互乱支援跟术士是两个5号位 就是 如果第二轮还在的话 就有谁选谁就行了 也是百搭的5号位 IG这一手如果说想隐藏核心的话 肯定是点5号位 但是如果IG这一手点5号位的话 也就失去了对于对方 1号位的针对性 我个人感觉IG这一局 是可以选冰魂的 因为冰魂是一个比较 可死亡先知的英雄 而且这一局IG的点哄很多 毒狗 这个也很可死亡先知 这个英雄之前我们说过了 他大招是持续的弱驱散 对于死亡先知这个比较依赖道具的英雄 是很可的 像他的吹风啊 永恒之盘啊 都是用不出来 疯狂给我打尻 我看到了兄弟 不用再打尻了 我就知道你很疯狂 诶 滚滚 这里LF还选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英雄 持练剑士 也是看到对方的5号位点了之后 因为自己有霍乱支援 所以滚滚这一把呢 比较好发挥 选择了一个3号位的滚滚 最后留了一手 摩乃的1号位英雄 谢谢银沉的仙斗 这一局两边的阵容选的是旗鼓相当吧 没有说哪一边对对方有特别明显的克制性 而且双方的强势期呢也差不多 基本上前中后期都有发力期 看一下最后一手BP有没有什么说法 最后的话LF是要先选一号位 这个一号位 从目前来看呢 小狗还可以 小狗的话就是稍微怕一点滚滚的 怕一点毒狗的这个大招 但是这一局IG没有无时莫免的控制 小狗是比较好发挥的 如果不选小狗的话 IG是绊掉了幻影长毛手 这一局小鱼人 在对方点到毒狗这个5号位之后呢 我觉得也可以选 小鱼人也可以选 因为小鱼人 不是很怕杀 就只怕杀王一手 然后呢他比较克制泡沫以及龙骑士 小鱼人突袭跳中泡沫以后呢 泡沫跳不走 而且小鱼人打肉和英雄比较占优势 因为龙骑士他很肉 他就是吃技能的 小鱼人他打你可以偷属性 哇小骷髅 这是一个比较进入偏锋的英雄 这个英雄之前LFI确实用过 但是在这种关键局当中选出了小骷髅 我觉得小骷髅这一局 比较冒险 因为IG的阵容当中的控制比较多 小骷髅这个英雄呢 他的优点在于他的节奏很快 单杀能力很强 但是缺点也很明显 他正面能力不足 打正面的时候 IG五人抱团点好真眼 这么多控制的情况下 小骷髅是很难发挥的 就小骷髅这一局想参团 一定要有BK比 只说小骷髅点的 我觉得是挺冒险的 最后IG点了一手军团指挥官 可以解一下被霍乱支援大助的人 然后也是一个可以出刃假的英雄 小骷髅是一个非常怕刃假的英雄 他的爆发很高 身板很脆 最后一手点小骷髅的话 M1分手比较冒险 然后IG的阵容比较常规 你看IG阵容就是要什么有什么 典型的中国区男人风格 先手 后手 控制 输出 都有 对吧 救人 阵容 这一局其实很难讲哪边好 我觉得差不多 我可能稍微看好IG一点 因为IG的两手英雄 对于LFI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克制性的 就是毒狗他是克死亡先知 然后军团指挥官 只要他经济不是特别差的话 他是比较克小骷髅的 团战当中军团指挥官 只要先手决斗 给到小骷髅或者死亡先知 都比较容易杀 然后LFI这个阵容呢 他有没有特别好的反手 IG的话他就是有先手有反手 容错率会稍微高一点 谢谢 呃呃呃呃呃的爱心 我想想 这两天看感觉俄文的这个 OB好像切屏要好一点 葫芦就爷爷吗 爷爷都不能 爷爷都不能显示 嗯 博士让下粉丝 博士这把杀我几次 疯狂打上大球 这两个队友感觉关系比较好 老板这个选手还是比较 比较活跃在圈内 老板他 他跟那个 呃 AME的关系非常好 就是 Inflame跟AME关系很好 他们之前是CDCY的队友 他俩走得很近 太好了 哈哈哈 30秒后开战 对俄文的OB感觉切的比较平滑 应该是用中键切的 而且他也不怎么露人头 莫乃是一直喜欢发大妈这个语音 之前我记得打TI7的时候 莫乃非常喜欢发那个周神那个 Patience from Zone 你看俄文他切OB的时候鼠标是不怎么动的 所以他的这个英雄跟随还有中间切用的比较多 然后他的切平也比较平滑 所以在控制台里面应该是调了东西的 很专业 这一局的话线上埃及选择让军团指挥官走优势路来扛压 然后下路是泡沫加沙王来对阵小骷髅 他主要是想让军团避开小骷髅吧 因为军团作为一个进展三号位 虽然说本身混线很强 这里是LF选择了TP调整 TP换路 那这样的话IG也可以换 然后莫乃的小骷髅是为了防对方TP换路 他是自己跑上去 他留了一本TP 他用隐身跑上去 耽误了一点时间 这一区其实我比较喜欢想看中单的 这样还是让小骷髅对到了军团指挥官 不过军团呢 因为他是先站线上 所以说先到二级 这也是一个优势 而且小骷髅是被迫先学了一个隐身 所以说等到他有二级的时候呢 可能军团已经三级了 这样的话也就不太好压制军团了 所以说IG这个分路还是起到了效果 哇 XXS龙骑士补刀好稳啊 12-1 包子是指补刀一个6-0 补刀被龙骑士压了 死亡先着打龙骑士呢 就是一定是要优先补刀的 压龙骑士血量的意义并不是很大 这波要控了一个双倍 就是死亡先着打龙骑士要优先 自己补刀利用技能或者普攻 然后呢 其次是打乱龙骑士的补刀节奏 就是在龙骑士补刀的过程当中 通过不断的勾引小兵仇恨 来乱龙骑士补刀节奏 在跟龙骑士这样互相消耗的过程当中 留一个吸魂无数作为恢复 你想在线上去压制龙骑士的血量 形成击杀是几乎不可能的 从目前来看 IG是三合补刀领先 龙骑士的补刀领先比较明显 又控了一个双倍神赋 这控双倍是没办法 龙骑士近战控双倍带补刀 攻击力领先太高了 这样IG的这个分路优势是初步的体现了出来 俄文这个后臂 阿福这个走位有点危险 被关到把矿先A掉 然后再往前跟 一下普攻 有点杀不死 叠了一层毒 两层毒还缺一层毒 军团可以再放一个W 但是波波卡已经是先拿了进来的一血 这里吃芒果 三层毒 直接暴死 IG的话是上下两个同时开花 2比0开局 这个对于LF2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这个主要是小骷髅这个英雄 如果说线上没有建立优势的话 就失去了这个英雄的一部分作用 他是一个线上压制力很强的英雄 但是他这一局线上没能压住军团 今天俄文这个OB特别喜欢 把视角突然拉高 这不太好 换一下 看看英国 其实BTS的OB也还可以 他们就 已经是经验很丰富的一群人了 中路死亡限制血量不高 吸魂巫术 找一龙骑士一波 龙骑士的话是没蓝这一波 然后下路 摇又被杀掉了 因为那赶紧不好吗 看一下吧 嗯是的 他的 他的画面在给到以后总会有一个晃 他屏总在晃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晃其实晃的人有点晃 你看他就是 在镜头切换的时候 给到一个镜头的时候 他总要晃一下 我不知道他晃啥 他这个其实也是控制台命令 这个波波卡没刺到 他也是控制台命令去设置的 他觉得这样好 他故意这样设置的 你看他一直在晃 我觉得这个晃 时间长看了可能会 可能会比较头晃 所以看中文的吧 实战尼切平他主要就是 他不是用中剑切 他是用鼠标去拉的 所以他切的时候就 没那么平滑 IG3比0开局 经济领先2000左右 Super的死亡先知学了 三级的吸魂巫术 用来做线上的恢复 中路 这波有机会 先手睡 死亡先知开大 想强杀龙骑 但这波IG支援很快 直接是一波反打 两本TP加大球 第一个包后 这样的话反杀一个发枪技师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在中路塔下 对一个满血龙骑是强行动手 我觉得肯定是不明智的 这波RF动手 我觉得找的实距不好 如果说龙骑士的位置 在几方塔下的话 动手没有问题 在对方塔下 你这样强行动手 那对面肯定是要来人的 而且来人就是一波反打 这RF必定要死人 这样Super的大招也是白开了 这里发现了老板的一个滚滚 先手关 泡沫关剑 关刺剑三连 漂亮近身轻弱收人头 IG无比零开局 节奏不错 中路这个真眼 其实是反到了对方的眼位 但是呢 因为没有视野 暂时看不到 这样的话呢 RF就只能等滚滚 或者小骷髅 这两个核心到六 看能不能利用大招 找一波节奏了 现在死亡先知没大 他们已经是 没什么节奏了 军团的发育也很不错 大招中路放一个真眼之后 再来上路保一下 小骷髅五级 三级火箭 中路 其实我个人感觉 就Super这样 他自己是满血的情况下 用吸魂巫术去耗龙骑士 血量是没有意义的 只能影响龙骑士 一到两个补刀 龙骑士 这个装备 是点了一下 可以看到 他的装备 属性非常的足 七级龙骑士 囤戒 打磨棒 加上一个护腕 真的是很难被突破 一道屏障 这波龙骑士 直接往下路去走 走到下路 想利用这个变龙逼塔 跟泡沫一起 但是被LF的眼围看到 不过这一波 被看到也无所谓 我就告诉你 我来逼塔了 你也拿我没办法 滚滚下路有6 这波是有想法的 IG一个扫描 发现了里面有人 开了一个塔房 这波IG也没有强推 把这波大爷抢去 八分钟场上经济 他这还死龙骑士 第一 Super的死亡限制第二 现在还是要看 RFY中期怎么来发动攻势 IG这个阵容 他前中期是以发育为主的 因为他三号位军团指挥官 在有跳以前呢 不太好杀人 包括四号位杀王 和五号位毒狗 这都是一个 中期发力的英雄 但是RFY这个阵容 在三个大哥 倒露以后呢 是比较质变的 中路反包一波 但中路其实没人 下路龙骑士 一个虚张声势 耗一波血 后乱转给睡想动手了 能睡到吗 睡不到 哎呦 这波有点可惜 这波如果睡住的话呢 是有机会杀的 上路死亡先知 加小骷髅 强推一波一塔 这波是死亡先知 第二次放大 然后埃及的话 是换中塔 RFY 抢一波节奏 三人开悟往中路走 想利用滚滚这个大招 打一点 局势回来 现在RFY还没有开张 这里 看找谁杀 滚滚来了 虚张声势 滚一下 被毒狗一个先手官 关到 睡到了沙王 死亡先知赶过来 沙王一个磁地形 走地要中了粉 沙王应该是要死了 这波还不错 杀了一个人 但杀的人不是很关键 滚滚这一波呢 稍微的有点贪 他先用两个精打伤害 然后再放大招 但是被毒狗关断了一下 如果滚滚能够先放大招切入的话 可能效果会好一些 就是杀了一个人 但是没有断IG三合的节奏 下路龙骑士 端一下 找滚滚 但是应该也杀不掉 这沙王发现了 发条技师 泡姆一个跳剑 跳过来 再给双星落 杀死一个发条技师 泡姆很灵活啊 霸气 这个切入和逃生 非常的快 这也是泡姆这个英雄的一个作用 下路有车 想配合龙骑士这波龙 再耗一波塔 毒狗是快6了 这个车被打掉 那这个塔也是退不了了 IG这个阵容呢 在前期不太好找节奏 他们还是比较依赖军团跟沙王莱马跳刀 因为泡姆打核心的话 一般前期是不学大招的 哎 滚滚直接启动 撞一下 能弹回来 再撞一下 一个虚张声势 再A一下 泡姆吃里口魔棒 滚滚没技能了 这波老板的判断 虚张声势 哎呦被反杀了 伤害不够 11滴血 inflame这一波判断 我不能说是他的失误 他的判断其实有道理 因为泡姆在上一波杀那时候用了两次跳跃 他只能跳一下 然后滚滚大招打了他两段 伤害加一个虚张声势 等CD第二个虚张声势 但是 泡姆有大魔棒 切了一个力量腿 伤害就是差了一下 这波他被巴西秀了 这个被秀 也没办法 因为伤害真的是差一点点 上路 小骷髅被发现 木奈被杀一次 这两个 这两个核心被击杀 很伤 中路 阿福的发肖技师 反勾队友 想逃生 军团过来一个W 筐一下 这样筐反而害了super 完了 老肥杨这一波雪崩 被对面打了一个四人小团面啊 而且是一到四号位都阵亡了 再被破一波塔 人头十比一 经济领先三千 埃及已经把自己在前期不太好抓人的一个小真空期渡过去了 军团有跳刀 可以带队友打接下来的局势 然后同时也可以保杀王出跳 炮母跟龙骑士就是看着来支援就可以了 现在LFI的话是后乱支援到6 我觉得LFI后乱支援到6这一波的干客非常非常关键 如果这一波再不能断对方核心节奏的话 这场比赛 埃及可能是要胜全在握了 来了 这一波是 LFI的三人开悟 发肖技师跟后乱支援双大 加上死亡先知大招 三个大招 埃及也开悟往上路包 双方开悟的位置正好错开 这波开悟可能是碰不到人 而且双方应该都能意识到对方会开悟 你看炮母站的位置 很猥琐就是一个破误位 队友靠过来 埃及的一个扫描是发现了LFI人的位置 知道对面在下路 那这样的话就是打上 双方应该是一波换塔 这波打不起来 虽然说埃及的三号本军团有跳刀 但是他们整个阵容还没有到一个能跟对方打正面团的地步 埃及这一盘需要等到 炮母加龙骑士双核BK比 才是他们真正的强势器 真正的一个团战强势器 大球这里在上路准备摸一个位置比较深的视野 做了一个塔后眼 然后炮母过来点塔 看到了滚滚吗 好像是看到了滚滚在往上走 导弹炸了一下 这波滚滚 没什么办法 去张声势消耗一下 这里想强动龙骑 有机会 阴影处拉住 两本TP 军团洛迪给一个强攻 泡沫给大招 隐身反决斗小骷髅 龙骑士一口口伤刺过来 小骷髅很危险 再撒一把粉找到了姚 姚应该也是要死 这一波IT的支援非常及时 再次完成一波反杀 人头比12比1 之前就说过 霍滚之缘这个大招很关键 动手的位置 其实我觉得问题并不是很大 主要还是在于 他们的输出并不是很高 小骷髅这个时候想 打一个11级 满被动 力量甲腿 战骨的龙骑士 确实打不动 小骷髅这个英雄 已经算是爆发比较高的英雄了 但是 真的点不动 龙骑甲太高了 19点护甲 打完这一波 我觉得IT这场比赛 已经升权在握了 杀王跳刀 现在就是杀王军团双跳 等一下龙骑士跟 炮姆双BKB就可以正面接团了 RFY这一局前期的几波节奏 都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有一波是中路塔下强动 龙骑士没有成功 然后刚才也是一样 又是一个塔下动龙骑士 又没有成功 包括老板的滚滚 想有一次单杀泡姆 也被反杀 现在RFY已经比较难打了 但是他们这个阵容 还是要找对面打 RFY这一局往后刷 是不可能赢的 他们如果想赢的话 一定要找IT打 这里有三波远古 想守一下这片矿 因为RFY目前这个阵容 像滚滚大招 死亡先知大招 包括小骷髅的爆发 和两个酱油的六级 还算比较有用 再往后打 等到I几双和BKB的话 RFY就打不了了 因为之前BP的时候 我们说过 这一局死亡先知 属于一个被 被这个毒狗克的一个状态 他虽然说做出了吹风 但团战是 几乎用不出来的 因为这个毒狗大招 肯定会盯着死亡先知放 RFY已经很难打了 因为这个阵容 他们往后刷 是肯定赢不了 他们必须找对面打 但是目前 他们的站位 被IG也没看到 加上本身 等级装备的落后 加上IG也知道 对面会找自己打 所以RFY想打赢 非常难 中落滚滚 还好这一波 他是比较谨慎的 清兵之后跳走 炮们更新了电锤 龙骑士3400 马上BKB 龙骑士BKB之后 XXS就像一个钢板一样 顶在前面 RFY是 非常非常难处理 这个龙骑的 他如果想 集火龙骑士的话 必须交全部技能 但是如果你真的 这样去杀龙骑士 就算龙骑士死了 杀王和泡木 也一定可以完成收割 现在RFY没有办法 只能跟对方对刷 然后莫奈小骷髅 这一局也是因为 前期线上的分路 被IG 拿到了一个优势分路 小骷髅一级被迫血隐身 到线上的话 他二集团三级 所以小骷髅这一场 是全场没有声音 这也是我之前说 选小骷髅不太好的原因之一 就是他的容错率比较低 这种英雄呢 他不太能接受线上烈士 他线上优势 都不是一个后期很稳的英雄 线上一旦烈士的话 就更难打了 RFY再开一波误 但这波IG 是知道小骷髅不在的 而且这波开误呢 也找不到人 发现了一个杀王 四个人杀了一个杀王 对局势的影响不是很大吧 现在IT就是等双合BKB 军团认甲 龙骑士过来把这波缘故清掉 龙骑士已经BKB了 军团认甲 还差泡姆一个BKB 等泡姆出到BKB 龙骑士下一波变龙 就可以找对面开团了 面对IG这样的情况呢 RFY知道IG会这么打 但是没办法 这就是比较尴尬的地方了 这就是他们阵容容错率低的地方了 就是在你跟对方陷入到僵持局的时候 特别是劣势僵持局的时候 你是找不到对面 找不到打开优势的办法 打开局面的办法 小骷髅这个英雄 他是一个比较偏打架的英雄 他如果去纯刷的话 刷得也不是很快 你看IG这一局 龙骑士跟泡姆是两个核心 包括军团 IG这一局四个人没死过 就只死了两次杀王 所以他们的节奏非常的好 完全按照IG的这个思路 在往后发展 我认为IG在泡姆更新BKB之后 他们的一波正面团战 如果说能够打赢的话 这场比赛就应该是已经板上钉钉了 小骷髅更新烂灭 现在呢 对于LFI来说 他们还有一波机会 就是依靠一个比较好的发挥 下路又是利用野区的视野 发现了滚滚 泡姆给了一个大招 这里发现了 瑶的霍乱之源 带走 在泡姆刷BKB的过程当中 IG还找到了一些小节奏 我看看大数据怎么看 大数据给的是 9一开 差不多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是 9一开 说的大胆一点 就这一局IG自己如果不失误的话 这场比赛确实已经拿下了 小骷髅这一局 没有BKB的情况 实际下是不可能打正面团战的 就算有了BKB之后 他想输出的人 军团可以救 独狗可以救 这波IG上面 抱团已经开始推了 泡姆还没有BKB 但是没关系 龙骑士已经足够强了 跳到BKB战鼓 直接B2塔 这一波团战 泡姆没有BKB 我觉得是WFI的一波机会 沙王没有大招 开了一个塔房 如果这都赢不了 那就真的 真的完全赢不了了 因为下一波泡姆有BKB 你就更打不过了 滚滚开车 来 砸一下龙骑士 砸一下泡姆 死亡先开大招 给一个沉默 能激活泡姆吗 秒泡姆有机会 拉住漂亮 秒掉了泡姆 但是沙王的位置 完美穿刺刺三个 龙骑士往前输出 莫奈也顶不住 军团撒一把粉 还在追 三层毒 爆毒就死 爆毒就死 这个毒没爆吗 如果不爆毒 爆了 最后还是毒发身亡 霍乱追安买活 这波虽然说杀死了 没有BKB的泡姆 但是还是IG赢了团战 打完这一波团战 可以说 IG这场比赛 已经板上钉钉了 因为我说过 就是这一波 IG来推二塔 是炮姆还没有更新 BKB的时候过来的 是LFI这一场比赛 唯一的机会 如果炮姆再更新BKB LFI团战就不可能 打死IG的核心了 你看这波炮姆没有BKB 然后LFI思路很清晰 滚滚大招 找炮姆撞一下 死亡先知给一手沉没 后乱之转给大招 确实秒掉了炮姆 但是呢 IG他的装备太好了 在炮姆阵亡之后 沙王和龙骑军团 完成了收割 所以这个就 这个没办法 9一开的局面 你想找那个1去翻盘 本来就比较难 加上IG打的又比较稳健 自己不失误 这一波推二塔呢 IG稍微的 推的早了一点 如果说把一塔推掉之后 在二塔压制一波 然后等对方的 等对方的人过来以后 IG先退回去 等炮姆更新BKB 再来打这一波 这是稳赢的 他这波推稍微的冒险了一点 不过也没什么关系 上路又是 杀掉了一个滚滚 这波孙日发很细 他先放了一个W 让滚滚跳不出来 然后再过来这个杀人 这里LFI 夹缝中求生存 逆境中找机会 想来偷盾 想法不错 但是阿福又被抓了 这没办法 现在对于LFI来说 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好吧 但是说实话 他们现在多带一个盾 对于正面局势 没有任何的帮助 这小骷髅拿盾 真的意义不大 下路一波杀人破塔 IG经济领先9000 我看看大数据怎么看 大数据也基本上板上钉钉了 95% 炮姆更新BKB OK IG的关键装全部成型 开悟 这一波开悟 如果能打赢团的话 这场比赛基本上就结束了 套姆给一个大招 往上路走 死亡先知如果再露线的话 就要死了 死亡先知露线了 这里是先发现了一个霍乱支援 死亡先知被决斗 死亡先知先阵亡 然后再往前能不能再追 给了一个盲剑 没有 跳过来 强追霍乱支援 霍乱支援TP走掉 不过影响不大 这波可以把上线带一波 然后来中路带线推中 把中二塔推掉 军团指挥官也在除PKB 然后龙西是在补认甲中路 关了一个滚滚 直接开大招 跑掉 这两个队伍的话 确实从实力上来说 也是IG的整体实力要更强一些 RF现在还是没有找到他们 这个阵容最适合的打法 而且英雄选择上面 也是稍微的有一点 落后于版本 这里发现了一个杀王 全炮技能激活秒掉杀王 但是被换了一个混乱支援 这里想打 死亡前车开大 泡沫是有BKB的 开启BKB 跳一个地形 泡沫最后一个跳用完了 能救泡沫吗这波 独狗被沉没 泡沫这个位置很危险 队友脱节了 泡沫阵亡 这一波IG的人士不起 龙骑士跟军团指挥官完全不在 如果在的话呢 过来反打 我觉得是能打赢的 这波RF还抓了一个 IG人不起 杀了对方的泡沫 不过对局势的影响还是不大 XXS一直在用变龙打钱 IG是准备等龙骑士和军团 再更一件装备 然后发起总攻 等到龙骑士的强袭 和军团的BKB 也做出来以后 再来发起总攻 杀王带了一个宝石压制视野 独狗做了一个以太 方便先手 其实团战这个时候IG已经是 输不了了 只不过刚才不是团战 是抓人 诶 这里隐身小骷髅 杀王宝石反一下眼 这里是IG三人组过来扫图 把对方的视野全部反掉 上路泡沫漏线 滚滚发条 加小骷髅有想法 诶 霸气如果再往前走的话 会有危险 有危险 有危险 累了 找位置 虚张城市 盾甲冲击 吹风 落地接滚 秒撞一下 输出 点死泡沫 漂亮 同时勾中毒狗 毒狗反观留一个发脚骑士 发脚骑士想直接TP 杀王骑士到位 给一个跳刺 应该是杀王跟泡沫的一换一 这里还是找到机会 在中期杀了泡沫两次 小骷髅更新了BKB LFI似乎看到了一些翻盘的 曙光 但是这个龙骑士还没有 打过正面团 我不知道这个龙骑士 强袭 打兵龙变起来以后 这团战RFI怎么打 这个龙骑士太硬了 虽然说这几波 把经济差从 9000拉到了6000 然后经验也是回来了一些 但是其实我觉得 对胜率来说 没什么变化 这一波 好吧 泡沫复活以后的开悟 是IG的一波总攻 这波进攻是非常非常强的 龙骑士顶一波线 回来跟队友开悟 不开悟吗 就是说 LFI这一局如果说他真的想翻盘 他必须要杀龙骑士一次 这龙骑士不死 他是翻不了这个盘的 杀别人都没用 死亡线 这也更新了BKB 这波开悟了 这波是四人开悟 进野区 然后泡沫顶中线 然后泡沫把中线带过来以后 可以顺势来推塔 泡沫把线带过来 给了一个大招 往上走 霍乱支援是一个破误位 霍乱支援点了一个眼 死亡先知 跳刺 没开出BKB 被决斗 死了 然后毒狗似乎流到了霍乱支援 关一下龙骑士跳端 霍乱支援也死了 刚才呢 是LFI找到两波先手机会 杀了泡沫两次 但是IG这一波开悟 打了一个先手 马上是把局面扭转回来 中路继续来推塔 这个时候LFI只能断兵啊 正面打不了 这里IG甚至可以逼高 龙骑有强袭 可以掉 带着这一波兵线逼高 死亡先知20秒 这个塔感觉要没了 泡沫跳一下提攻速 打出一个塔房 断了一波兵 这里IG是没兵了 只有一波兵 这一波兵应该是可以破掉一个塔 高地不一定能破 滚滚 开车过来影响一下 撞一下双合 又撞一下泡沫 泡沫快死了 关一手泡沫 军团指挥关 想决斗滚滚 没有成功 泡沫BKB跳两下 没跳走死了 这里死亡先知复活 睡住龙骑士 龙骑士有一点危险 吹风流到了龙骑 这个龙骑能死吗 恰恰S被对方四人追击 开启BKB想走 有跳刀 跳走 这里攻击没有能够打到龙骑士 龙骑士还在往里绕 卡士也TP 没有无视摸免控 龙骑士走掉了 这一波的话 我觉得霸气的这个泡沫 打得有问题啊 滚滚大招开过来 泡沫为什么不开BKB呢 他就硬吃滚滚伤害 被滚滚直接撞成了残血 这个是不应该的 他 就是 87这个泡沫 他有大概两次都是 能用BKB挡伤害 没有开BKB 就是他省BKB 然后在他开BKB的时候 已经死了 已经是个死人了 就他白开了两次BKB 军团更新了BKB 炮姆连死三次 炮姆这三次阵亡把自己打得有点隐形 还好龙骑刚才没有死 对于IG来说 不能再犯这样的失误了 刚才滚滚开车 泡沫就开BKB 直接点滚滚 就把他点残了 然后他不开BKB 反而自己被打残 滚滚是更新了一个大血 这一波IG复活之后 稍微有点着急 马上一波开悟反打 沙王过来找人 看沙王跳刺 军团指挥官先手决斗 沙王跳刺 跟上找的是一个发条技师 发条技师没了 一个有BKB的炮姆 面对一个滚滚开大 他开BKB把滚滚打残 和他不开BKB被打残 再开BKB是完全相反的两种情况 这一波的话 肉山刷新 军团控到双倍 IG再过来顺势控盾 发条技师这波死的 还是时间点不太好 发条阵亡 没有导弹可以看中山的情况下 RFY这个盾只能放 让IG空到盾内 还是没有问题 把盾给了泡 沙王的宝石也没有掉 IG打盾之后 马上一波开悟 这里有IG的真假眼 小骷髅 动不到 这个眼位没有小骷髅的视野 龙骑士这波变龙是已经交过了 那这波应该是上不了高的 还要再缓一下 这波还是要先回来 等龙骑士一个变身CD 然后利用这个时间 RFY继续来再现 老板的龙骑士 刷到了RFY的经济全场第一 跳刀吹风大血 加一个标枪 泡们是更新了一个双刀 这个时候更新的双刀 就不是很质变了 OB在给我们看 这个IG的进攻眼位 做得非常的好 这是因为IG有宝石 就是IG有宝石的情况下 他可以反RFY的所有视野 在反了对方的视野之后呢 他自己也比较好作业 这种情况下 除非RFY带宝石 不然是不可能反光IG的视野的 这就是宝石的优势 泡们一个大招 想继续来利用自己的视野优势来找人 这四个人直接要扑对方的上楼副野区 诶 龙骑士 死亡先知反野被发现 跳刺找的是霍乱之源 俊三指挥观想 强行决斗 决斗到了 但死亡先知开启了BKB 霍乱之源先死 龙骑士输出死亡先知 死亡先知没死 反打泡们开BKB 过来强行输出 Super顶不住 被带走 这里霍乱之源买活过来 但这波团是打不了的 这波是打不了的 滚滚进来开车也是要走的 龙骑士跳灯 再晕住一个发条 给睡救一下 但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滚滚打招结束 发掉技师 差一下被A死 正面有没有积蓄的留人 没有 滚滚已经去断兵了 这一波的话是杀了对方的三个人 但是没有兵线 所以形成不了推进 但是我们看到团战当中 只要IG能够打出先手 军团指挥官决斗 LFI的核心 LFI团战是不可能赢的 这波小骷髅 隐身 IG没有反应 虽然说死亡先知 在被决斗以前开启了BKB 但是没办法 他只要被决斗一定会死 在这种情况下 小骷髅就非常尴尬 他作为一个一号位 后期的这种烈士局面下 他不管出什么装备 都不能够改变这个局势 就是他没有制变装 这里滚滚 看到了 有跳刺吗 直接开车 滚踢皮 走掉了 这个也是没办法 军团指挥官 第一时间不在 在的话呢 军团可以开BKB 去跳决斗滚滚 就可以留下来 滚滚补力一个电锤 就是老板觉得 自己这一把 要打一定的输出 这个 确实也要这样 但是 还是那句话 这个龙骑士 真的是没法处理 中期是要补输出了 再出大炮 这里很有想法 假意推上 实则是打下 四本TP 瞬间转移到下路 想打对方一个出其不意 天徽方的一个扫描 在探对面的树林 感觉是不是藏树林了 但其实IG在找下路的人 想扫一圈野区 就是他觉得这波 可能会有人打野 这波还好 LF还是避开了 Inflame的滚滚 这局能拯救世界吗 小骷髅更新了大炮 但是小骷髅这一局的输出环境并不是很好 因为IT的装备太好了 你可以看到 毒狗是有滤杖的 而且他的关可以救一个人 然后杀王有永恒之盘 龙骑士和军团 龙骑士是很肉 军团是有刃甲 这个泡沫的话 小骷髅唯一能造成威胁的就是泡沫 就是如果说他在输出的时候 队友的控制能给到泡沫的话 他是能打死泡沫的 打其余四个人都打不死 这个局面是僵持到了38分钟 霸气的泡沫大电锤应该是有了 准备在大电锤之后要补一个续航装 要出一个炸弹 因为LFI的这个消耗能力 就滚滚这个消耗能力比较强 泡沫继续放大招 又是一波快速转移 IG这次是从下路露线之后 快速转移到上路 上路是有IG的视野的 这个眼卫看到了死亡先知 这一波想打对方赴野区 但是这一波军团指挥官是不在的 这波IG人不齐 军团不在 这波打的话 真打的话可能会出问题 还是不打了 军团出引刀 这把军团只有一个目标 团战中决斗对方的一个核心就可以了 无论谁都行 滚滚DP或者是小骷髅 他只要能够给到对方核心一个决斗 就OK 现在LR4这两个将游团战已经很难发挥了 首先是龙一死 其次是这两个英雄的技能打到大后期的成长性也不是很好 从这一局的效果来看是后期不如毒狗和杀王的 而且毒狗和杀王的装备还好 对吧 下路又是IG的眼位 IG带了宝石以后的视野优势非常明显 但这一波因为是不开雾镜野区 所以说是被LFY看到了 双方的经验差非常的多 经验差了两万 经济差的话倒是还好 就有七千 这是在看啥呀 这样僵持的话双方可能会拖到下一代热山刷新 下一代热山是盾奶刷新 比较关键 IG再开一个大招 中期IG尝试了两波找人都没有找到 应该说LFY的B战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整体抱的也比较紧 主要是让滚滚来带线 它带线比较安全 这样的话是要等盾了 肉山还有两分钟 肉山这一波团战呢 Super应该还能更新一个西瓦 但是死亡先知的等级有点低 就这一局 LFY的整体经验落后太多了 它等级落后非常非常多 死亡先知到目前为止只有18级 它的等级和IG最低的杀王是一样的 这是因为他们中期在无限抱团 死亡先知等级这么低的情况下 它团战当中没有那个20级天赋500点生命值 它是站不住的 而龙骑士快25级了 龙骑士25级会加40点力量 这龙骑士会变得更加难以处理 所以说 现在IG的领先不仅仅是在于 它的经济和装备 它的等级领先其实也很质变 因为它等级领先非常的多 一般来说经验值确实没什么用 但这一局不一样 这一局差的太多了 差了两万多的经验 因为中期LFI一直在抱团 就只有滚滚一个人可以带线 而IG的话一直在分散法语 小骷髅这个装备 输出还可以 但是其实很脆 2200的血在IG目前的输出面前 只要被控到一手 必死 总期是吃了一个隐身 下一波肉山团决战好吧 我觉得这个团开起来 IG是很难输的 真的是很难输的 这一波泡沫不在 老飞扬想找一波机会 但是滚滚被先动手 军团任假决斗 龙骑士输出 滚滚阵亡 又关了一个发条 滚滚选择买活 地上有个宝石 龙骑士在装一下 泡沫赶到 输出 给一手睡 救一下 泡沫开启BKB 强行输出 跳过来输出 点死 发条技师 军团指挥官龙骑士 三合BKB 强杀TUPER 但是这里是 霍乱之间拉住龙骑 但是龙骑士很硬 龙骑士掉了一半的血 再反输出 滚滚给一个大鞋 龙骑士有点钢不住了 但吃了一口奶酪 又顶满 XXS这个龙骑士 太硬了 真的是太硬了 这波LR5 两个买活 睡一下 滚滚没技能 再被点死 XXS龙骑士 继续完成超神 Inflame买活死 这场比赛 是要画上一个句号了 这一波应该说 LR5已经是 亲近所有 想杀这个龙骑士 但是龙骑士在正面 吃了全部伤害以后 一块奶酪 打碎了LR5的梦想 XXS的龙骑士 好吧 这一局是 当之无愧的MVP 恭喜X拿下BO3第一局 XXXS的龙骑士